因為消防設備、消防車都已經就定位 救護車就定位 比較慶幸的是 飛機上的乘客跟當地居民都沒有任何的意外 那目前看到鏡頭對面可能就是這架飛機的駕駛員 現場也有很多 現在也有很多 我們的鄉民都來到現場 來關心這個非安的例外跟問題 那 希望 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外